大家好,我们这一章学习的是装饰图案的再设计 主要了解装饰图案分别在器皿、家饰、服饰及产品中的运用 本节课我们学习第三部分装饰图案在服饰中的运用 装饰图案是服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它包括人的头饰如帽子、头巾、发带、暖耳 上衣如内衣、外套、披肩、衬衫、T恤、棉袄等 裤子、裙子、鞋子、袜子等 这些服装上的装饰图案以及人身体上佩戴的各种装饰品 如项链、手镯、戒指、耳环上面的图案 服饰上的图案既可以是服饰的点缀 也可以是服饰的衬托 更可以作为主体成为服饰的重点 如这两张服饰设计 左图以花朵和珠子点缀服饰 右图以人和太阳为设计元素并作为主体 两图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就我国而言 服饰上的装饰图案已有近六千年的发展历史 无论是宫廷服饰还是民间服饰 服饰上的图案装饰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 清代宫廷服饰以动物纹为主要元素 韩国宫廷服饰常在群中加入群称 以制造类似烹烹群的效果 民间服饰我们先来看中国传统服饰 以素色为主 装饰性图案极少 越南民间服饰四身袄 由普通织物制成 颜色偏深 当需要在特殊的场合如节日 婚礼等穿着时 人们通常采用较好的面料和鲜艳的色彩 俄国民间服饰萨拉范 是俄国妇女的典型服装 衣服上是有绣花、补花、丝带 直至今日 人们对服饰上的图案设计仍旧乐此不疲 对其喜爱程度有增无减 但是图案上的内容和形式 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 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我们不再像古代传统服饰那样 过于讲求图案的象征意义和深刻思想 而是对其装饰美感和新鲜创意 有着特别的追求 清代官员朝服上的文饰 是按其官职等级来划分的 衣品文官 一件印有自己喜欢的图案的T恤 足以让我们慷慨解囊 欣喜而归 近年来诸多服饰店推出DIY图案 如自己动手设计图案的T恤 着实让喜欢追求个性的年轻人 过足了设计服装的瘾 不仅如此 鞋子上的图案也可以DIY 甚至每只鞋上的图案都可以不一样 显得酷尽十足 除此之外 饰品上的图案也是丰富多彩的 如近年来流行的藏饰 以其图案细腻多样 材质朴实 寓意美好而颇受好评 蜜辣被视为吉祥如意之物 有宜情美事 防病治病修身养性之用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服饰图案的装饰题材 服饰上图案的装饰题材十分多样 我国传统服饰上的图案题材 主要有花卉果木 详情瑞寿 人物故事 文字符号 古器古物等 也可以是几种题材 共同使用 然而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 多有一定的主题思想 表达着一种寓意和中国人对圆满的一种特殊追求 而现代服饰上题材更为广泛 不仅仅拘泥于对真实事物的在线 转而追求图案的形式美感和生动趣味 如卡通图案 几何图案 抽象图案 或是混搭图案等内容 表现出更为夸张奇特的造型感 盘扣是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钮扣 用来固定衣巾或装饰 盘花扣是古老中国节的一种 现代服饰经常采用抽象图案 作为设计元素 中西方服饰图案的风格也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风格图案 受东方古国传统的民族心理 哲学 观念 生活习俗 审美情趣的制约 服装图案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情趣 和审美习惯 特点是除美感外 寓意吉祥 使中国传统图案必须具备的特性 例如龙凤城祥 龙凤两者结合是太平盛世 高贵吉祥的表现 后世也用来比喻结婚之喜 云文是古代象征高声如意 吉祥美好 云文通常给人一种轻柔流动之感 因而我国古代对云文的美丽神奇 有着大量的艺术描绘 环形玉龙身体上阴刻两沟云文 造型形象结实 充满着无限生机与活力 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巴洛克风格是在欧洲16世纪末到17世纪末 图案风格豪华艳丽 图案繁复 具有强烈感官色彩 题材繁多 17世纪后期 融入了东方国家文样 利用不同题材和效果进行组合穿插 文样题材有中国、日本的扇面、花瓶、酒壶、银咬、云文等 这些题材又和巴洛克式样的植物文样 或与庭院、花圃、拱门、小道、亭台楼阁 中国的神仙、有翅天使、孔雀尾形等结合在一起 洛克克风格服装图案 是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盛行的一种奢华风格 风格迁细和轻巧 华丽和繁琐 图案色彩柔和、艳丽 洛克克风格图案常用C型、S型、油窝型曲线 崇尚自然植物、花草文样 有时以鸟穿插其中 莫里斯风格 服饰图案由19世纪后期英国设计家 威廉·莫里斯设计发明 图案风格讲究简单、朴实无华、良好功能 装饰上推崇自然主义、东方装饰和东方艺术的特点 题材内容主要是植物的枝蔓和花卉 有平图勾线的花朵 在窝卷形的枝叶中穿插 有左右对称的S型、反曲线或椭圆形镜腾 枝条中有小鸟唱歌等 充满了自然主义色彩 典型造型特征为 对称的骨骼、舒展柔美的叶子、饱满华美的朵花、灵动的小鸟、极密的构图、雅致的配色等 自然风格类中的卷草风格服饰图案 构图以植物精蔓做连续拨卷状变形 形成枝蔓、缠卷的装饰花纹卷草图案 以其动感流畅、具有韵绿美、柔中带刚的艺术特性 流行于全世界 兽皮纹风格服饰图案 以动物、走兽、表皮纹路作为素材的服饰图案 是动物主题、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类纹样可表现回归自然、环保、时尚个性等服饰风格 欧浦风格服饰图案 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 是续波普艺术之后 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流派 它主要采用黑白或彩色几何形体的复杂排列、对比、交错和重叠等形式 通过绘画达到一种视知觉和闪烁感 使视神经在于画面图形的过程中产生令人眩晕的光效应现象与视幻效果 顾其又称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 本节课我们对服饰上的图案和服饰图案的装饰题材进行了充分了解 认识到装饰图案在服饰当中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有所感悟 本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